秋风卖力圆溜溜,经历大半年的忙碌,万物丰收,又到了吃柚子的季节,秋风时节昼夜平分,今天的一只柚子平分两半,蜂蜜柚子茶配柚子鸡,圆滚滚的一只大柚子,用盐水洗净外面。 小刀削下黄色的薄皮,切丝,柚子皮用盐水泡一小时,去除苦味。 接下来请出半只鸡,用盐,给它做一个马沙鸡。 再放点葱,姜,料酒。 同样需要腌制一小时。 请回我们的大柚子。 对半切开,取肉。 注意白色的皮和果盒一定要去干净,不然会有苦味。 取好的柚子肉对半分。 准备一个大盘子,摆上一半的柚子肉。 再把鸡肉垫在柚子肉上。 放入热气腾腾腾的蒸锅,蒸一小时。 柚子皮从水里捞出。 和另一半柚子肉一起放进小煮锅里。 加入小半碗的水和少许的糖。 煮到糊状,即可加入蜂蜜。 搅拌均匀出锅。 加入温水冲开,便是一杯柚子茶。 其余的可以冷却后封罐储存。 在吃得肚子饱饱的秋天。 柚子最合适不过。 柚子茶甜润可口。 柚子鸡清香可口。 温暖整个秋天。 柚子茶甜润可口。